交通局的衝擊評估報告總是要讓我知道,總是要讓議會知道,我們才有辦法去幫你背書,讓你做這個遷移的動作,可是到現在,到昨天為止,交通局的官員現在也在現場,這是你們給我的報告,報告內容寫什麼,本案就是有關於這個,我剛剛要這個叫路刑的部分,就是北門周邊的路刑的評估的這個檢討報告,包括交通衝擊的報告,他說這個案子, 他們從頭到尾,為針對北門周邊各路刑方案,進行微觀模擬及檢討,所以他完全沒有任何的交通衝擊數字,但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如何去同意,今天沒有交通衝擊的數字,數字只有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幾個,他們下面標註的,說一個小時,平均一個小時,這是後來才用給我的資料, 就每個道路容量,出估為3600,3600PCU,然後呢,如果真的到時候會影響交通衝擊的話,這個道路容量的衝擊,出估為3240,那我說3600跟3240,衝擊超多,大概多少, 你用這個PCU,大家不知道那什麼東西,能不能更具體的,完全沒有,就後來給我的證據報告是說,全部沒有做很細部的交通衝擊, 當然衝擊量有多大會怎麼樣,我今天來這裡是要跟各個委員報告一下,如果真的提不出交通衝擊,真的對我們是議會來講,因為現在要開營了,4月11號,如果完全沒有交通衝擊,而且不是很細緻的,不是很精準的, 一個報告的話,我如何讓你遷移這個三級,我們要如何遷移,我們要如何同意,因為當時你一直跟議會,在要預算的時候一直說有交通衝擊,很大喔,真的議會,議員拜託,我一定要這樣子處理喔, 不能的話,我們沒有辦法,整個西區門戶計畫會卡住喔,那結果呢,交通衝擊相對的數字在哪裡,我想等一下,我覺得委員會,委員也可以跟現場在座的交通局的官員,問清楚,所謂的交通衝擊,數字在哪裡,連評估報告,連委託外面做的報告,研究都沒有,這只是他們給我的公文,難道這個書面的公文是假的嗎,書面公文,難道是這個承辦人員自己要負責任嗎, 然後所有的數字,就我剛剛看到的,這個道路容量,初估為3600PCU,然後呢,如果真的有衝擊,大概現在變成3240PCU,那請問一下這個東西到底是怎樣,時數從40降到變10呢,還是時數從40變成38呢,所以沒有,完全沒有,我想副市長,因為你都知道,我們非常尊重,如果真的是一個對於整個城市發展,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政策,我相信府會一定是努力去推動的, 我也不希望說,讓我們這些所有的文字委員會的委員坐在這裡,因為一些不詳細,甚至一些數字隱瞞的情況之下,讓這些委員做出了錯誤的決定,那我覺得這些對這些委員是非常不公平,而且這些都是我尊敬的老師,所以我希望說在這裡,我坐在這個地方,只是要把現在議會我們所了解的狀況,而且我必須要對這件事情,對市民做一個負責任的態度, 所以我今天坐在這邊,跟所有的委員報告,也希望所有委員待會在審議的時候,真的能聽進去,剛剛包括發言這些學生,他們其實,他們努力跟他們認真,我覺得你們應該給他鼓勵的,因為沒有的人可以為了一個,骨擊的部分,或者是一個文化資產的部分,大家捍衛到這樣子,我覺得他們做了那麼多的study,我也希望大家能給他一些鼓勵, 雖然可能有時候他們情緒上比較沒有辦法控制,但是我覺得這都是一個正面的,這是對台灣台北市的文化分享,是一個正面的方式,那我也謝謝所有委員,今天我在這裡,我不要佔用大家太多時間,那請所有委員也依照你們專業,來好好的做一些評估,那也拜託大家,給我們台北市更多的文化資產的保存,謝謝大家,謝謝 謝謝,那個議員,議員,像你剛剛講的這個問題,其實有一點非常重要,就是交通重啟,我看交通局現在現場都有代表,要不要簡單的,說一下這些委員聽,也給你來瞭解好不好,那那個交通,針對剛才議員提的,當我們在座,包括林州民局長,包括交通局的代表,應該都能夠感受到就是說,議員在過去這段期間,對這個案子的理性,但是在理性過程裡面, 也必須要給這些證據的案子,這次事實,好不好,議員在議會確實是在這個整個過程,給全案子非常支持,來,交通局代表誰要說明一下,來,說明一下,好 那交通局這邊,我們今天有用簡報來做一個說明,也感謝那個委員這邊,對議員對於這個案子的關係,然後這對中校西路的交通的課題,相信各位委員都很關心,所以我們今天準備了一個簡報, 但是今天的簡報,其實我們要提的第一點就是,其實是的,我們為了文字這件事,我們在這個地方做了一些改變,所以我們願意採取中校橋引道,如果說我們真的是完全是以交通為考量的話,當時中校橋引道交通局又何必統一採,這個是第一件事,可是當我們採取之後,我們面臨了一個什麼問題, 現況這張圖一個是採除前跟拆除後的現況,其實我們從現況的路程就可以看到,他覺得現況的道路條件是不佳的,還有行人動線是不好的,這個是我們身為交通局一定要去處理的問題, 我們在處理,我們在處理並不是為了讓車更快,而是我們希望這個地方安全,還有行人空間可以被改善,這個是現場的狀況, 尖峰時段,現場的狀況,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地方,北門它本身已經是台北市交通首善之區,它有六鐵公共,可是事實上,現在在這個地方的車流量還是很大,在這個大眾運輸,使用力最高的地方,這個,從那個情況,其實我們現在面臨的情況是,我們每天用了很多大量的人力,在這邊來說,我們現在面臨的情況是, 我們要做維持的一個動作,這就是事實,接下來,交通量,就是大家最關心的交通量的部分,其實我們就這個地方的交通量已經有進行推估,我們並不是沒有推估,我們就這裡的推估,其實在這個路口,它混封,就是在現在大家最關心的中校西路,從慶到中華這一段的前面, 混封交通量,它的需求,往東往西都是超過3000PCU,所謂的PCU就是小客車當量,就是我們會把所有的大客車,還有機車,全部換算成一,相當於幾部小客車的意思,所以其實我們是有算,我們也提供給那個一座這邊,這個地方的,依它的車道數,它算出來的容量是3600,然後另外有一個3200, 我們會有一個版本,是針對不同方案,像有的前面幾次報告過有,那個轉彎半徑比較小的,所以它勢必會減速,它的那個影響是會比較大,所以它依照交通工程的相關的規定,我們打折下來,是有算,然後自己說為什麼提供給議員說我們沒有提供這個報告,因為議員告訴我們的題目是有沒有做交通模擬,大部分的案子,無論交通衝擊評估, 譬如交通部的規定,大部分的案子是沒有做所謂的模擬,這個案子的確在先前是沒有做模擬,可是我們有算交通量,所以我們之前回覆的是說我們還沒做模擬這件事情,模擬主要目的是要拿來做後續的那個耗制時制的一個時間調整,所以針對這個,如果說我們初階段根本沒檢核通過,而且如果大部分的案子是不會做, 會進到模擬的,所以這個可能要跟一桌這邊說明一下 那你3600,請問一下,這邊衝擊有多大? 只有網東那個只有3933,那你跟我講,交通量衝擊非常嚴重,所以我必須要請問他 如果說今天的流量大於容量,它就是一個虛大於公的一個情況,這個是在我們交通工程手冊上面都有寫,V over C 大於 1,它本身是服務水準,非常不穩定,就是所謂的FG 接下來我們來看為什麼一定要扒車到,這個是我們另外的實例,這個是假日,前個禮拜天晚上離封時段已經晚上接近10點了,發生了一個差狀,就在這附近,現場車刀數馬上被影響,在離封時段事件本身大概是12分鐘排除,排除 可是在排除過後,還要經過19分鐘,他車流才會恢復穩定,而且最長的情況下,他的車隊尾關已經到了公園路,車隊蔓延750公尺,這個就是最寫實的數據,比任何的模擬都還寫實 接下來我們來看,在尖峰如果發生這樣子,會發生什麼事?這個是在上個禮拜五晚上,就在這個路口前面,發生的時候 事故占用了一個車道,事件本身15分鐘排除,可是在排除之後,超過40分鐘,車流才會恢復穩定,這個情況,這一次的事故,整個中孝西路回堵到中山北路 然後中山北路我們看到的情況是這樣子,這個是最確實的一個情況 然後接下來我們看的是說,我們為了維持在這個地方一個順暢的一個情況,我們的警員,我們的一郊,每天花了多少人力在這裡,就是為了維持這個地方的安全 我們不計引到拆除期間那是特例,我們從3月開始看,3月每天在這個地方派港35港,42人次每天到這個地方,就是為了讓它維持穩定 安全,接下來是我們最重視的安全,我們可以看,同樣我們從3月,3月1號統計到20號,也就是在所謂車流穩定之後再來看這件事 就是去年同期跟今年的一個比較,我們可以看到在這邊的事故間數成長了3.5倍,這是我們所不樂見的 所以我們認為說交通的議題,不只我們關心的真的不是車走的快不快,我們是希望這裡安全,還有新人的一個貢獻 然後另外實務上我們現在面臨的課題就是,山景前面的這個點,剛好是一個很大的轉彎點,也就是最容易發生茶窗的一個點 所以我們是真的很急需要改善這個地方,所以在先前我們已經先把這邊削了一個人行道做削減 現在的人行道距離山景的建築物其實不到一公尺,有去現場看過的委員應該都可以注意到 所以這無論是對於交通安全,甚至對山景建築物本身的安全都是有影響的 也因此在後面的各個方案,我們也都會做車道加寬的檢核,還有整個停車市區的檢核 就是因為這邊的安全性議題,這段期間我們認為說,它確實是很需要被關心的 尤其在這個地方有很多市區公車,有很多國道客運 也因此在車道加寬有特別的一個規定 可是我們在北門跟山景現在可以運用的空間其實是非常有限的 在北門的一個指定的定著範圍跟山景之間的中間,如果我們為了把它也留下個安全距離 我們中間大概只剩下43公尺可以做運用 這個是我們現在面臨在無論配置各種路行方案都必須要做考慮的 也因此在這種方案之下,我們會建議說山景的移動並不是說我們不尊重它 而是希望說它可以安全,同時也是可輕 在這個移動過程中,其實它是把山景移動到一個在整個路行的直線段 它本身的安全性是可以提高的 而且它同時,因為在這個街國裡面是有個地下結出入口 所以行程可以很方便的走到這個區位 這個是我們最主要的考量 反正以北門這邊來說,它從南側是很容易接近的 所以無論就北門,就山景 它都是可以創造出一個對文資比較容易接近的空間 這個是上次張昆政委員有特別提到的一個方案 說這個9公分其實還有調整的空間 所以我們也針對這個方案另外弄了一個,我們試著去調整的一個情況 可是如果說我們要符合整個車道的一個轉彎半徑行程軌跡 這邊空間把它流出來之後 車道會進到跟北平溪路的一個銜接口 可是在這個銜接口同時又有D1的停車場出入口也在這裡 所以反而這裡未來會形成一個多差的一個危險路口 然後另外針對這個方案,我們也進行了一個檢核 就是針對因為山景建物本身有一定的高度 如果它坐落在整個類似分隔島的中間 它其實會有停車視據的問題 也就是說如果前面發生起事故 後面的車可能是看不到的 來不及停車出或裝上去了 所以其實這個方案還是在安全上是有風險存在的 然後同樣的是山景它可能就會坐落在一個類似古島 反而失去了原本跟北門之間相對應的一個關係 然後這個是上次我們這團體有提出來說 那就從北門兩邊要過去不出動的情況下 我們針對上次提到的一個方案 也重新依整個道路線行的規定標準整個重劃 其實重劃的結果 北門我們可以看到它的空間本身是被侵犯的 而且它北門再次形成一個孤島 然後而且以整個北門的意象 其實我們很難它的正地面在這裡 它是很難被看到的 然後接下來同樣的對山景 它還是只有兩公尺的一個範圍 其實它本身還是具有相當的一個危險性 而且以南側來說 它變成從南側也不容易親近 從北側也不容易親近 所以這個方案我們也認為說 它相對也不是一個 無論從文資角度 或者從安全的角度 也不是一個最好的方案 然後這裡面我們有針對 剛剛調整的5B跟方案11 就是上次委員特別關心的兩個方案 分別有標出它建物跟車道之間的一個尺寸關係 也因此在眾多的討論中 的確我們是建議移動山景 可是我們認為說 這個是依之前的山景的文資登錄的附帶決議裡面 同時兼顧了整個環境 同時兼顧了文資保存 同時兼顧交通的一個方案 對 好 以上 我再補充一下 這些數字 之前我們看到的 在議會審議的時候看到的報告 就只有這樣子 我們要求的是更細部的 你剛剛講說 因為營到拆除以後 現在塞車塞的嚴重 不好意思 營到還沒拆除之前 塞車就已經很嚴重了 你不要就隨便推到說 營到拆除了以後 塞車還是嚴重 所以我必須要移掉山景 用這東西來做所謂的 拆除山景的理由 而且我們也知道 國光客運現在還在 副市長還在做協調 現在已經簽了 而且我們現在要再重新 再規劃另外一個路線 另外我們還用了一個 供車專用道出來 我覺得所有的整個周邊的交通部分 是這些東西都就定位以後 去評估它的衝擊量 因為我們全部會做分流做處理 而不是這樣之前一樣 全部擠在那裡 這些是全部都擠在那裡啊 國光客員擠在那裡啊 所有東西都擠在那裡啊 所以你的交通還有 所以我們包括我們用了引道 還是沒有辦法把車輛疏解啊 可是現在不是啊 現在你們做得非常好的 西區門戶計畫 就是要把它做分流處理 然後做一個更完善 而且騰出一個更好的 一個綠地空間 甚至把這些所謂的古蹟再現 可是呢你的數字裡面 並沒有非常細微的 詳細的數字 而且包括剛剛你給我看的這個 你們剛剛講的這個 所謂的PCU值的這個 你說往西3175 往東3933 然後這邊呢 乘封的時候 就是這應該是上下班的時間啊 全部也只有在往東的部分3933 那你應該就針對往東的這個部分 如何讓它的交通衝擊減到稅低 然後我用這個東西去做個調整以後 讓這交通衝擊不成立嘛 那就不用太山景了啊 所以我想這個還是我要提到 說為什麼我從頭到尾 沒有看到一個更細更具體更好 而且甚至一個模擬的計畫 包括我們議會對於國光客運 遷移走了以後的模擬 交通衝擊的狀況 有沒有一個評估 我想副市長你也很清楚 我們從頭到尾都一直在質疑這一點 今天我們為什麼議會一直會冷下來 是說我們為了你的整個西區門戶計畫 把它分流情況做好 讓整個我們西區門戶計畫打開 所以我們才會配合去支持市政府 那我也相信市政府能做好 但是我希望公開透明 而且數字更清楚 也不要去誤導文字委員會的委員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當然我相信你不是刻意誤導 但是我覺得這個叫做市府政策 所以因為我剛開始一直要強調 市府政策一開始就是要把山景拆除 所以沒有做太多的交通衝擊評估 就是拆掉就好了 所有的事情一勞有益 一次解決完 是因為後來文字團體 包括我們所有的很多交通學者 一直不斷的在網路上 不斷把這些議題凸顯出來的 以後市政府才關心這個議題 然後才變成所謂的平移 或者是所謂的拆除後再重建這樣子的議題 才有所謂的移動而已 而不是把它全部都消失殆盡 所以我還是在這邊補充這一個部分 也希望所有的委員 我真的是非常尊重所有委員的審議 但也謝謝所有委員 聽我做這番的一個意見的表達 那也希望大家好好的去把這件事情評估 很多事情我們會留在議會開議會的時候 我們會來繼續處理 謝謝大家 還是因為他們現在還登記了三位 那實際上會不會占五個委員 如果行的話 我們是不是請教這位委員 要讓他們先發言三位 還是我們現在先發言 請教主席不好意思 我們上一次的會議決議好像是說 我們希望能夠就三個方案去做討論 那如果是這樣子 民間版的提案人 是不是應該就他的提案去做一個很清楚的陳述 為什麼他做這樣子的 因為上次有部分委員其實也沒有到 就是上次會議的時候他們提出來 而且當時時間也是一樣三分鐘非常的改 我剛剛看一下交通局的這樣子的一個解釋 為了讓他清楚其實都已經補下十分鐘 那既然我們要去做一個這麼重大的議案的討論 我覺得文化局的立場我們聽到了 那我們也很希望能夠聽到其他方案 那讓這個提出方案的人 是不是不要用三分鐘的限定 讓他可以把他的方案講清楚 如果那個方案是可行的 其實也不失為是一種解決的方式 那如果他真的有某些缺失 那我們也坦然接受對不對 對我們委員來講其實我們很希望 能夠有更多的信息去讓我們去做 更為合理的決議 以上 其他委員會說類似的事情 大家有反對的嗎 我覺得剛剛劉委員講的也不是沒有道理 也就是說針對民間版提出來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開放 待會我們剛剛做一個準備 也就是說十分鐘 讓這個民間版代表還能夠做清楚 好不好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看 就是說委員是不是要先發言 控制說這個現在登記 現在登記三個要先進來嗎 可以啊 麥克風 麥克風 聽不到就沒有辦法 好 那我先吃 行 現在三位要先進來還是 但是我看委員現在可能也是 傾向先聽他們的話 如果他們願意先進來就進進來 那另外就是說民間版的 請他們派一位代表好不好 好 那個主席 的確啦 剛才有幾位朋友 都已經開個頭了 就是那個第十一案 我想就一鼓作氣 我們來聽聽看 謝謝 好 好 兩位一起是吧 六分鐘嗎 兩位一起還是三分鐘 是六分鐘還是三分鐘 兩個一起 那六分鐘 你們都有登記嘛 三個裡面都有登記 好 那六分鐘開始 好 那個等一下 下一頁 好 先開始 下一頁 所以我們就提了一個現況 剛剛 對剛剛一個問題 我們其實提了現況又化的方案 那其實今天方案都是真 都是有一些考量的 所以交通問題其實可以改善 然後下一頁 那詳細都可以看到各位委員 抽卡拿的一份簡報 下一頁 第一個交通問題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 我們是以臨時路程的基礎作為小 所以可以介紹這個地方的交通黑暗期 然後我們一些 包含像交六的公車晚出來的地方 還有一些就是 新鎖可能會有一些 明星空有差距的部分 我們都把它修得更加的平順 所以 基本上它的車道數 跟寬度都比照 我們的 都市計畫的公甲版本 都是15公 都是各十五名 各十五名 加起來三十名 所以絕對不會有交通問題 下一頁 好 那我們的彎道部分 其實我們看到那個最彎的那個部分 就是山索倉庫那一段 我們是比較過 路式計畫的公甲版本的現行座 套位 所以就完全一樣的 所以既然 市府認為公甲版本的 路程的彎路 這些都可行的話 那我沒有理由 認為我們這個方案不可行 因為我們的彎曲度 什麼都是比較公甲版本的條件 下一頁 好 那 那 在北門廣場的深度部分 可以看到其實 我們的方案的深度 跟 合定版是一樣的 就是耳垢有人情 不要被剛剛文化局 跟張宏君的那個方案 總誤到 我們方案覺得不成那樣子 就是我們的方案其實 他的廣場深度跟路程 都是可以一樣 基本上都是跟原本的都尾 合定版 還有目前的線畫是可以一樣的 所以 跟北門的清晰度不會有幾下 好 下一頁 而且 好 下一頁 下一頁 好 那第一個是 清大流速的部分 可以看到其實我們的方案 就是因為我們把 北邊的車道比較縮矮一點 所以它其實 汪泳城的範圍可以很清楚的呈現 那包含木城河的紋理 然後清糖的紋理 其實都可以把它完全做出來 那包含就 很多委員關心的所謂的 城內進城出城的動線 它剛好因為 出城的地方到汪泳城的地方 剛好在交叉廣場上面 所以包含以前的那個 岩漿主要那個排名 甚至都有機會讓它回到原子 而不是像目前的定案版本 它會在 汪泳城的北邊 會在馬路上面下頁 好 那 那日本時代的部分 包含前路的紋理 平礁道 然後它過強會直接 因為我們的腹地往西邊擴大 廣傳說往西邊擴大 所以這些紋理都可以清楚地呈現出來 那包含這山景的部分 因為我們的方案不會動到山景 所以北山線道紋理可以真實而完整地呈現 下一頁 好 那 那 在後部分我們提到那個很重要的天橋 因為天橋位置 它其實要山景的西側一點點 那剛好我們的方案 為了要讓山景動線提升 我們把整個原始動線往西邊微調一點點 所以剛好那個剛好 開始轉換的地方 它其實跟原本天橋是對在一起的 那我認為透過一些設計方案 可以讓我們的天橋而聞 也可以把它相信出來 下一頁 好 那這個設計頭把它10米 下一頁 好 那這是我們用目前的空拍 然後對了一些 對我們現行做一個實際的套繪模擬 就各位可以從那個路程來判斷一下之後的樣子 藍色的部分是目前的臨時路程 就是現況 那橘色的部分是杜爾會通過的合併板的路程 白色的部分是我們其他的這個民間微調變化的路程 那我們的交通部分就有幾個 第一個是我們的北門廣場的正面的深度 跟現況跟合併板是差不多的 它並不會讓北部變得比較 但第二點的部分是我們從捷運站出來 然後到捷運站 北門捷運站 寫道部跟交發廣場 跟北門廣場的人行距離 從原本一次跨越30米的9線道 縮減到只要跨65米的45線道 它的人本交通是更加顧及的 而且可以提升周邊廣場跟北門的親近性 但第三個部分是我們是以現況 進行一些微調優化的 所以對於目前交通很混亂這個地方的長久來說 我們認為一次過程它的交通平衡 只會大幅減少 因為必須原本的 合併板的方案 它的路程會大幅的調整 我們認為這樣微調方案是比較好的 下一頁 好 那最後我們希望說 北門這個地方它不是清代的歷史而已 它從清代然後到日次到戰後期 它這一百三十年以來 它有很多不同的重要的歷史事件在這邊發生 我們希望說透過一些設計的可能 讓這些更多的歷史結成都可以充分的呈現 讓我們台北城的故事可以充分的被講述 好 那我們換下一位夥伴 好 那我想問一下現在還有多少時間 OK 那我儘快講 那我會針對剛剛就是文化局還有教授局的一些報告的一些內容 我們來做反那個來做一些回應 首先一 文字的原子保留其實就跟飼料的原樣保存是一模一樣的 你飼料保存的距離原樣越多 那你之後的後續研究就有越多的那個可能 被捕挖掘的可能性 對 那如果你說文字遷移還跟原樣一樣的話 那其實就好像史料拍照上傳一樣 那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我們認為 我認為啦 不是我們 我認為就是倉庫應該比辦公室 能夠更能完整的呈現所謂產業鏈 還有它跟產業的關係 何況倉庫本身它還有包括交通的關係 OK 然後再來是 為什麼民間會對於拆除遷移這麼的反感呢 是因為拆除遷移是有先例 而這個先例是失敗的 那不能再說什麼 我們會很尊重 就這樣子而已 我們希望更多更詳細關於拆移方式的一些手法 然後再來就是 原子維護 維護跟原子保存其實並不重複 當然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的都法 我們的文化局都會一直好像講得好 就是要先移動了以後才能對它做維護 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再來 呃 那個 在拆除前的兩次工作坊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有對杜法局提到就是 可不可以不要這麼急著拆移到 因為其實你的平面道路計畫那些其實並沒有被討論完畢 然後還有文字的保存也都沒有討論完 可是當初說 因為市議會要審預算了 所以先提一個報告 那之後會再好好的討論 那我覺得很奇怪就是 那為什麼都是拆了以後 然後現在才說啊時間改不及了 當初不久已經說可以 如果可以慢慢拆的話最好嗎 這是很奇怪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如果是真的是為了安全的話 那當初就不要拆啊 為什麼當初可以拆 然後呢現在又說啊安全的關係 這才是很奇怪 再來 很多人說交通混亂 其實混亂的是南北向的交通 而不是東西向的交通 而山景關係的是東西向的交通 希望不要混亂 然後再來 就是 呃 都發局一直提到的就是 人本交通還有北門親近 人本交通 請看京都跟歐洲漢堡他們的例子 人本是犧牲車道 而不是犧牲旁邊的街景 OK 謝謝 謝謝人 我們在最後這位 好不好 可以 會不會有印象 就是你們現在所提的 跟我們現在所提的 十一方案是一樣的嗎 還是不一樣的 我們現在所提的十一方案 可能跟他十一 完全不一樣 還是說 他們方案 有另外一張處可以給我們看 有 大委員 他現在提的十 他現在講的方案 跟原來提的十一個方案 第十一方案是不一樣的 完全不一樣的 完全不一樣的 各位委員 我是大龍東文指揮工作室陳映宗 今天不好意思 因為剛剛是我來登記的時候 根本不讓我們登記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政府不應該是這樣子 所以請主席您 您在主持會議的時候 您先要了解一下 什麼情況 對不起 好 現在三分鐘我的時間 我大概五個重點 我第一點 就是本案文資審議 規依法 這個保重文資 那 他確已經不 已經不在了什麼接官庭啊 還有什麼 什麼忘城 這個都已經早就刨掉了 然後地下的基礎 也因為那時候做決定的時候 那個李委員 他也知道 他把那個 連那個狀都已經取下來了 那居然有 委員就居然說 用這些來考量 不在的東西 來做一個假的來考量 然後把 現有的文資 這個三井商庫 要把它拆 這個實在是 你說這個有沒有違法 我請問主席 那第二點 那我們文資過程 那依法 我們的市府裡頭 相關局處 都有資料 譬如說 我們在座的 我們這個 民政局長 那個 男局長 我們的好朋友 他是我們大浪洞的人 所有的古蹟 所有的這些 所有的有 有財產資料 有這些歷史資料 從 民政局裡頭的資料 從地政處裡頭 很多的資料都有 結果我們的文資法第四季條 規定 在補查的時候 政府就要先補查 先把這些資料收集齊全 結果我們政府都沒有做 然後讓明天的大家很努力的去 為了要保存給子孫 大家很努力去做 花自己的錢 花自己的時間 幾乎就連上班都可以取消 然後連事業都可以放掉 結果今天這樣被大家讓人玩 玩了一輩 還不還 還年輕的這一輩 還被人這樣玩 那我覺得很不應該啦 那 再來的話 那個 第三點 我舉例子 就是 過去的委員 沒有專業數字 他把 譬如說 那個 那個 我們行政局 就讓他知道 把我們大王所有的古蹟搞亂七八糟 那 這些古蹟 就居然有委員說 他是 譬如說那個派出所 他把他拋掉 他說 這個派出所 這個日據時代派出所是因為 因為日據時代派出所 是因為 因為日據時代派出所 找到大洪洞去 他為了 他為了要 要守護這個大洪洞 在裡面 改了一個 一個 一個人型的那個 就像現在人家說的那個 那個圖堡 結果 後來因為 七七十九 謝謝 我時間還沒到吧 三分鐘 時間到了 抱歉 那 請各位新任的 這個住責任的委員喔 我還有其他的意見 我想 將來我用書面指教寄給各位 請各位多多指教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接下來是 照剛才 有委員的建議 跟大家 反對 好 請辦 各位 補充一下 交通局的代表 那個 上次會議是講到方案2跟方案5 還有方案11 那剛剛他談的方案11 他畫的那個是一個concent 那我們根據他的concent 按照道路的標準設計 設計就是出來就是這個方案 那這個方案各位可以看出來 第一個 北門已經在道路上了 因為那個北門 紅色的地方 是按照現在的文件會要保留的 北門的文件 它的面積 如果畫成圓的話 大概是30公尺的圓 那你如果是畫這樣的話 很明顯的 現在那個北門已經在道路上了 所以說那個concent跟真正設計出來 是不一樣 這是方案11 那是不是方案15 方案15 方案15 方案5 方案5的話 我想這個方案5也是一樣 我們把它畫出來 就是剛剛講的 我們現在畫的都是按照道路的標準設計去畫的 比方說它的轉換半鍵 或者是它的 它如果是轉換的話它要加寬或是不加寬 它的超高 我們都考慮過了 畫出來是這樣 那這個很明顯的你可以看到 就是說 山井它是一個孤島 然後呢 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是一個停車場出入口 這個入口會很難處理 那這個方案跟我們的方案2 方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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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各位看永久的路行 其實對這個路行來講 我還沒有報告這個路行以前 剛剛那個議員有在講說那個交通量是怎麼樣 其實交通量我們是用PCU 那也跟各位我也報告一個數字 從西林 從中校橋下西林 兼風時間 大概小車大概2000輛 客車 大客車 180輛 大概150到180啦 機車大概5500到6000輛 每天早上7點到9點 每個小時的輛 所以說它兩個小時 即使要通過的輛就是 大概是這樣 那換成PCU的話 大概3200到3600左右 那四個車道的容量設計 也應該在3200左右 所以說各位可以看到說 剛剛我們如果說再看到一個現場圖 把它換到那個現場圖 這個圖各位可以 所以各位我也可以看得很清楚說 現在這個現場圖 其實我們在猜巧的時候 原來是要留三個車道 我們猜到大概第七 第八 第六天的時候 就發現說這個量受不了 所以說我們在猜巧開放的時候 其實出城進城都已經是四個車道了 那也跟各位我也有辦法 其實現在的瓶頸會在那個橋上 就是要上中校橋 中校橋現在是三個車道 那剛剛有人提到說 可不可以把這個交通量減低 我個人的看法是 如果中校橋 通過新北市的橋沒有拆 那個交通量減低 我個人判斷是不大可能 因為其實這個路行 從原來的南北巷 已經改成東西巷 何況東西巷是一個 出城一個重要的幹道 所以說我們的路行 然後這個路行 現在的路行 就是山影在這個地方 這個路行是我們在開放的第一天 在這個地方有差狀 大概有五六次 所以說我們在利用兩個晚上 把那個腳消掉以後 目前上來講 從我們的統計 現在三月的統計 比以前還沒有拆强的統計 他的車禍件數是多五件 當然這個因為塞車的時候 沒有什麼重大的車都是插狀 但是即使是插狀的話 就是剛剛我們同仁報告過了 現在這個路段 每天是用二十幾個人在維護 現場是用了六個控制器在控制 這個部分 那接著我講最後我們的方案道的路行 各位我也可以看到 我們方案道的路行 其實在路行上 我們已經簡化了 在哪個地方 我們原平啊 我們只有直准他 這個是左轉 右轉 然後呢 國外路也是准起他右轉 所以說這個部分 就我們的方案是這樣 那整個會在這個地方 那之所以這樣做的原因是呢 因為原來這個地方 是一個半圓緩的狀態 這邊從中校西路 就是東轉行的車子 全部都Q在這個地方 沒有辦法運作 所以說我們不得不把所謂 就是說以後的原平北路 是沒有辦法直通 沒有辦法由北往來 國外也沒有辦法由北往來 那也因為這樣 所以說這個地方一定要八個車道 這個地方也一定要八個車道 大概的路行是這樣 那以後呢 整個洞線也會比較簡化 就是這一個是正十字的路行 這個是一個T字路行 這邊也是一個T字路行 然後呢 我們也把北平西路的交通把它閃掉 所以說我們這邊也是摺取右轉 所以說在以後的交通 會比就是會比現在的交通 應該是會比較順暢 那車後也會降低 以上是交通局的補充 好 謝謝 這個我想交通局局長再次的補充 他當然還是延遲公開透明 大家公開的討論 說理論法 那最後一點 交通局在做說明 各位委員也要能夠特別相信 他是必須要負責 他不能夠隨便講講 因為將來要接受考驗 那這些資料都是公開的 所以我要補充 最後還要再跟各位委員來請示 就是說 剛才又有一位熱心的朋友 又有新的想法 但請說各位委員 容許他最後一次再接待他 一個三分鐘 大家若不反對的話 我們還想進行到這個地方 我們盡量聽取大家 然後我們還是請大家努力 來最後那位 我們還是請大家來準備最後十一方案 按照剛才委員的建議 希望能夠推派一位代表 那先請他準備好不好 好 麻煩三分鐘 好嗎 謝謝 大家好 我希望各位觀眾可以發言我們專辦 我希望我們給我們一樣的時間 統整的時間 平整的時間 我是個答案員 而且我是從底層 底層或是慢慢爬起來到的 我的那條路線 上面有局員擺貨 上面有民視咖啡館 甚至可以到籌簧廟 甚至到合作兵戶 以前的台北信用合作證 但是 民視咖啡館 三年多前 好龍斌市長時代 那一台的房子 全部要被獨分 我想像一本 民視咖啡館的書 六十六歲的生日的時候 他出門這本書 如果說 我們尊重了好龍斌市長的指示 要把省城黃廟 對面在台北的房子 全部都分掉 包括省城市場 在內的矮房子全部拆掉 那民視咖啡館也不在 民視咖啡館的日子 大家都知道 蔣方良民視咖啡館曾經在那邊 蔡英國也在那邊 吃過雙吃 可是我們都賴 我們的另外一個市長 蔡英國也在那邊 他可以把臨時古蹟 台南的百貨 修復成 物資 以前的公家機關 帳號的公家機關單位 可以修到好 然後把它成為一個 回到以前的百貨公司的 民運動態 去年還為他們做風階大遊行 去年到五月底的時候 還為他們做一個風階大遊行 整個周邊的那個商圈 都可以慢慢的 因為零百貨公司的修復完成 都可以扶起來 零百貨公司的倉庫 為什麼不行 留在原地 難道他因為是 超貨公司比較低嗎 還是他的辦公室可以保留 超貨公司是不能保留嗎 如果倉庫保留下來 在他的角落 可以做成文化歷史掌管 國化利用 讓大家 包括我現在的導演員 可以讓大家可以 看得到摸得到 這個建物的所在 而不是說 只有照片 照片公司才能看得到 好 謝謝時間到 如果各位的官員的頭腦 如果想得清楚 就不用花那麼多的錢 跑到別的 花機票的錢 跑到別的國下去 看別的偶像 好 我們時間到 謝謝大家 這個和哪位代表 願意進來做方案 事宜的十分鐘陳述好不好 好 感謝主席 各位委員在給我們一個陳述的機會 請回到那個全區的那一張圖 現在時間暫停 好 時間開始 結果第一個要回應的是說 那個剛剛交通局 放到那個方案 第一個 我們延平南路其實跟 中下席路是沒有 是沒有互相重疊的 它延平南路的動線 還是跟目前的 公甲展或是那個 核定板一樣 它是跟我們生化路獨立出來 調過去的 中間我們會透過一些 分隔的各式 去讓它跟中下席路的車流分開 它不會 merge在一起 然後第二件事 我們看國外六那邊 國外六那邊 其實在 不論是公甲板或核定板 它其實本來就有一個 那個 浩斯的入口管制 大概是在我們的 台北郵局的第三個線的那個地方 所以它本來就會有浩斯的石像管制 那我們只是把浩斯的石像管制 把它往北邊移了一點 對這邊 我們這個部分 我們國外路跟延平南路 都跟核定板 公甲板都一樣的概念 沒有不同的地方 然後 下一個部分是 那個針對剛剛有 江洛徐同仁提到說 從 台北車站 往中華路這邊的那個 就是因為 這邊公甲部線 有一部分是要往山 從 中小小往山重 那一部分主要是從 經由中華路轉到 板橋 萬華板橋那邊 所以我們利用那個 我們現在因為 通校西路 北邊那邊把它分開來 透過這個 北郵工廠把它分開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個 物理工 可以在這邊加了一個 兩車道的一個 左轉轉用區 所以我們認為說 這樣的一個 動線分流它可以這樣子 往 透過 中小小往山重 跟透過中華路往 萬板的車流 它可以有一個更好的 交通分流的部分 那行動線的部分 後來我們看到的那個部分 就是其實 我們這邊一樣 因為在 合併版的方案裡面 它為了要考量 就是從 站前往 中華路的那個 左轉區 所以它今天其實不是 四線道是五線道 那我們在這樣前幾天 我們做了一個這樣的 燈銅的配置 然後 還要強調說 我們認為是我們的方案 就是對於人型 動線來說 絕對是比現在還好 因為它真的是 人型跨越動線 它只有15公尺而已 所以這要強調的事情 然後 關於剛剛提到那個 就山景這邊 那個 是因為現在把那個 現在 目前的方案是把這個 路口把它縮減 那我們就是為了要避免說 它的這個 路口的 緩衝空間不夠 所以我們把 轉換的起點 往左邊微調了 讓山景這邊的整個 寬度 跟旁邊是整個順平的 然後剛剛那個 江東局 或文化局在講那個 就是山景跟北部中間 那個寬度的時候有提到 這邊大概好像 46公平 對 46公平 因為它是 都市計畫和平版的 就是30米的 南北分流 各一半15米 所以15米從這邊通過 覺得是 沒有問題的 我們覺得這15米 絕對不會對 山景跟北部中間的 附近造成任何的交通的影響 然後還有是我們的 方案的那個線型 剛剛也提到 是我們說依據公展版的補線去拉的 如果公展版的交通沒有問題的話 那為什麼這個方案 會被認為有問題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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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剛好 要先看到的事情就是因爲 我們這個方案就是因爲 他 京八廣場這邊 現地建築可以原地保 而是他會往西邊擴大附地 所以 他會有建築 原本的秘法都可以免查 錢的一個 就免查錢的一個 雕明的困擾 然後我們覺得說 旁邊的文宣塑塑墊 跟這排 大概山戶的建築物 其他跟山景形成 這個奇樓的關係 它其實就是我們原本市府在談這個所謂的 這個齊樓的影響的部分 我們覺得它就原本劇名留在這邊跟三井結合成這樣 的齊樓影響就可以把劇名的原本要呈現的影響 把它保留下來 下一頁 下一頁 然後很想請各位有人想像一下 剛剛我們做那個現場拍攝的那個照片的模擬 就是目前我們可以看到說 北門跟北邊鐵道部廣場中間的那個 那個分隔島大概是在那個永久路行在這個位置 那其實這個位置到現在這邊其實看到它是一個相對比較親切的一個視線道的距離 那未來我們把它變成廣場 叫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鐵道部廣場 或是嬌八廣場 其實它的附地都是比河地板要更寬 更靠近北門的 那既然說我們現在河地板的路行 它跟北門的寬度 它跟北門廣場的深度就只有這樣子而已 那我們的明天板的深度跟它是一樣的 那換個角度想 我們把北邊的鐵道部廣場跟嬌八廣場的深度 附地往南邊移了一點 是不是讓 反過來想就變成說鐵道部跟山嶺廣場跟北門的關係就更親近了 我覺得是各位可以換個角度思考的方式 好 下一頁 下一頁 好 那 再補充一下灌七代的問題的部分 因為其實我們在過去討論這個方案的時候就會談到說 要以北門為一個 北門的意向為一個準種 但是我們覺得說其實看到這個局側線的部分是核定板的路行 核定板的路行它其實把嬌城的部分它切掉了一半 所以其實我們未來就是市民到這邊廣場的時候我們無法 然後加上它嬌城北邊其實是在道路上的 所以到這個地方之後市民他們是無法想像說 以前過去的嬌城到底範圍是什麼樣子 但是我們這個方案因為它剛好 叫八廣場這邊它的深度是夠的 所以它可以讓嬌城推過嬌城的位置可以顯露出來 然後可以讓我們這個進城 而連接城內城外的動線 包含那個岩漿主要這個北 它都可以在接近原子的地方做一個意向的附 有機會要回到接近原子的地方 我覺得我們的這樣的方案 我們並不是說 你要重視北門 結果這個廣場就一定要對稱 我們覺得說 你如何讓一些重要的歷史意向的元素 可以盡量的呈現在這個地方 才是讓民眾可以去體會 過去的那個清代的北門意向 重要的一個設計 好 下一頁 然後還是要強調一下 就是日本時代我們認為重要的元素有兩個 一個是山景跟太平游區的北山縣道寬度 我們認為說未來山景它一旦往東北邊偏移之後 無論你怎麼樣去做什麼溪樓 什麼樣要在線 其實它的那個寬度就是已經偏掉了 所以我們認為說這個北山縣道的尺度 它目前整個中山係數上唯一僅存的 今天日本時代真實的北山縣道文靈 就只有靠山景跟太平游區 那這樣一個珍貴的一個歷史問題 它一旦被破壞的時候 就很難再復原 我們希望各位人可以好好考慮這一點 因為我們這邊的寬度 要目前的臨時物行的 交通局的配置的線型 它其實也是一樣可以在南北 它一樣南北可以實現到的 我們認為說 它不會因為這樣造成說 那個交通無法堅固 就是我們的交通的車道數 容量一些都是比較 都比較那個 四五的版本 然後 另外一個就是鐵道文靈的部分 因為我們覺得說 既然它好像沒有鐵道文靈的部分 那過去這個鐵道的弧線 其實應該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應該有機會可以讓它呈現出來 所以我們的方案 因為它往西北邊有更多的腹地 它可以把那個鐵道文靈完全的拉出 它並且可以透過這個城牆的意向去呈現出以前 日本時代的鐵道是如何穿過這個城牆的 我們覺得對於清淡的跨日本時代的歷史 可以有更完整的呈現 問一下還有多久? OK 那可以慢慢講 在人本交通的部分 剛剛裡面有提的很清楚 那首先是京都的部分 如果大家手機可以上網的話 可以搜尋端傳媒 然後呢京都堵車 人本這四個關鍵字 可以看到一篇文章 那並不是我寫的 但是那個是一個獨立媒體 裡面就有提到 京都他們對於人本交通 他們是 他們是將車道縮減 然後多出來一份呢 做所謂的自行車道 還有人的移動的部分 這才叫做人本交通 因為是要人 大家放緩生活步調 然後呢去欣賞他們周邊的景物 還有尤其是他們的一些歷史建築 這才是所謂的人本交通 然後呢還有再來就是 上一次都委 郭瓊英委員 他有提過的 他在工作坊裡面提到的 德國漢堡 他們也是類似的方法 他們將火車站附近的地方 禁止 就是私家交車進去 那只有大眾運輸 然後還有就是人 行人跟腳踏車 那這樣的方法他們 歐美或者是日本 他們是用這樣的方式 去維護他們一個都市的文化 這就是為什麼造就偉大城市的開端 那我希望就是 剛剛交通局的副局長講說 就是交通減量是幾乎不可能的 但在柯市長他上任的時候 他提到所謂的 OK 柯市長